好来看到花莲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联合促销活动 25号上午市长魏佳燕在重庆市场宣布从26号正式开跑 乡亲只要到花莲市指定的公有零售市场 才买超过一台金 就可以兑换摸彩券一张 而超过三台金就可以再兑换50元的市场抵用券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把握机会 想好康抽大奖 为了提升传统市场的买气 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联合促销活动 25号的上午在重庆市场举办了开跑宣导活动记者会 由市长魏佳燕宣布 首先从26号到27号重庆市场开始 民众才买超过一台金 就可以兑换摸彩券一张 超过三台金就可以再兑换50元的市场抵用券 我们五大公有市场办理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从今天25号开始 为期三周一直到10月17号 那总共会有五大市场都会有 我们的摩彩券 那在这边就是我们只要消费满一台金的 我们总共的一台金 那就可以拿我们的抽奖券 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 在晚餐其实都用外送平台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有假日的话 也希望我们老公带着老婆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体验我们传统市场的这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好朋友们都可以把你 没有开火的好朋友们把它标记起来 然后来我们市场做消费也可以抽大奖 而复兴大同市场为10月3号以及4号 而中山中华市场正是在10月10号 11号一连两天 市场摊商业者对于市工所举办多年的联合促销活动 都给予肯定 并且也感谢市工所的用心 津津有喜过去之津有这一系列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刺激这个消费的买气 提供了奖品 让民众呢 采买之后能够加入摸彩的那个行列 然后增加抽奖的机会 那每次市工所 不管是县城府市工所 办理这样的活动来讲 对市场的这个买气跟刺激循环 的确有增加大概都在三成以上的机会 提供这样的买气 跟民众进来我们市场里面消费 那也鼓励说 县市政府多多的重视跟举办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这样的庶民经济 能够内需的部分 能够大家互相的支持 活动从9月26号起到11月11号 民众只要在摊位购买总重一台金商品 就可以兑换摸彩权一张 并且有机会抽中iPad 扫地机器人 Dyson吹风机等好礼 欢迎民众一起把握机会 想好康抽大奖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